电影一开始 一阵婴儿的哭啼声 让男主狂四郎不禁又想起了自己罪恶的身世 心情一时不爽的狂四郎 于是来到了青楼找自己的老乡好阿音寻欢 事后阿音又哪壶不开提哪壶 问起了狂四郎的身世 说他怎么看都像个外国人 狂四郎一气之下又离开了青楼 晚上时一群神秘的蒙面人拦住了狂四郎 话不多说就动起了手 狂四郎不费吹灰之力就击败了他们几个 转过一个街角 一位容貌美丽的贵族小姐又拦住了狂四郎的去路 并请求狂四郎帮忙他的父亲 原来这位小姐名叫千莎 她的父亲是一位幕府官员 名叫赵比奈修礼 赵比奈最近刚刚接到了幕府一个秘密任务 要将一尊来自葡萄牙的黄金圣母像 护送到京都 交给一位宫庆贵族 这尊黄金圣母像 曾经是葡萄牙人 送给当年导院之乱 基督徒领袖天草四郎的礼物 价值不菲 但因为赵比奈曾经奉命抓捕基督徒时 不小心让几十个基督徒逃跑 这些人后来组成了一个叫做黑之党的邪教团体 密谋报复他 并夺取这尊黄金圣母像 因而赵比奈想让武艺了得的黄四郎做他的护卫 护送他将这尊圣像安全送抵京都 刚刚那群为难黄四郎的神秘人 正是赵比奈安排试探他的武艺的 黄四郎听后直言相告 自己并不记恨基督徒 也对这样的差事毫无兴趣 但黄四郎拒绝了父亲的请求 先他于是再次苦苦相求 并说自己的父亲最近整日为此烦心 脾气也不像以前那样和善 像是变了一个人 因此恳请黄四郎救救自己的父亲 但黄四郎依旧不为所动 没有答应欠杀 不久之后 一位京都来的女子 在江户城游街串巷 抬前卖唱 但因为经允许 抢走了本地卖唱女子们的生意 因此被一群本地女子围殴羞辱 黄四郎正好路过此地 于是就出面制止了他们的胡闹 这位女子得知她就是黄四郎后 说自己正要找她 并告诉黄四郎说 她在京都有一位姐姐 因病重不久人世 希望最后见一面她的弟弟黄四郎 黄四郎听闻自己还有位姐姐 有些吃惊 但她对自己的身世一直讳莫如深 并不想去认这个姐姐 甚至连听到亲人这个字眼 都令她感到厌恶 因此她断然拒绝了女子 让她去京都的请求 后来 黄四郎在路上 遭遇了一位神秘人的刺杀 结果那个人 反被她展现了一枚小指头 原来听闻黄四郎 被邀请做赵比奈的护卫后 黑之党头目右近 也将她列为了敌人 黄四郎于是带着这枚 指甲发黑的手指 来找赵比奈 赵比奈说 这正是黑之党的人 看来黄四郎已经被他们盯上了 黄四郎本不予参合此事 但既然他们先找上了门 她也就无法置身事外了 于是她索性答应了赵比奈的请求 护送她将圣像送到京都 但也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将赵比奈的女儿 千莎小姐的真操献给她 千莎一听此言 当地羞怯地离席而去 但父亲赵比奈 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黄四郎 千莎的母亲追了出来 请求黄四郎保护她的女儿千莎 黄四郎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说此时此刻 千莎应该很恨她才对 因为她的父亲 已经同意了自己 那个有点无耻的条件 千莎的母亲似乎有话要说 但终究没有说出口 第二天一早 黄四郎就收到了千莎母亲的一封信 而此时 千莎的母亲早已自尽身亡 黄四郎看完信后 痴情不已 不过这时 她又突然接到了黑智党的非箭来书 请她赴约 千莎的事 于是先放一边 黄四郎先沿着指引 一路来到了黑智党的老巢赴约 在这里 她终于见到了这个早已黑化 背离了基督 转而信奉所谓全能神的宗教狂热分子 大魔头佑晋 两人于是先来了一段 关于神的话题的大辩论 佑晋当然对自己的信仰狂热不已 并说他的神连佛陀 基督都没法比 黄四郎自然是站在人道的这边 对这些脑子进水的 泯灭人性的邪教神棍一通抨击 但正如所有的辩论一样 结果都是你更信你的 我更信我的 最终 幽晋还让黄四郎看了下 那位请他去京都 见姐姐的女子的下场 原因仅仅是 他曾拜托黄四郎去京都 事先帮助招比奈 因此被他们黑智党虐杀 女子临死前 用最后一口气告诉了黄四郎 他姐姐所在的一座 京都寺院的地址 幽晋本打算将狂四郎困死在地牢中 但狂四郎最终还是轻松的 从黑智党的老巢逃了出去 之后 他就一路护送招比奈与千杀到京都 途中自然是遭遇了幽晋 设下的各种暗杀 各种陷阱 当然 这些暗杀行动都以美女色诱狂四郎开始 以狂四郎识破反杀他们结束 这也是本系列电影的一贯套路 某种意义上说 也是电影的精华所在 在这里就不再雷数 话说狂四郎一路暗中护送千杀 也快要抵达京都 这段时间 女主千杀也逐渐对英俊 萧塔的狂四郎产生了感情 但狂四郎却决定 护送千杀到京都后 自己就会离开 千杀听后有些失望 羞怯地问狂四郎 那个约定又将如何 狂四郎表示 那只是那么一说 自己不会强迫女人 做她不乐意的事 千杀听闻此言 有些轻恼地表示 乐不乐意 她都已经答应了 你现在竟然 狂四郎见此也有些懵 不过越是如此 她越不敢答应 她虽然喜欢女人 但很怕感情这种东西 后来千杀终于抵达了 京都约定的地点 也见到了分头行动的父亲 当千杀将这尊黄金圣像 交给那位宫亲贵族时 那位贵族爱不释手 当即表示 马上支付约定的三千两 千杀一听有些吃惊 原来她的父亲 护送圣像来此的墓地 并非幕府安排的 什么秘密的任务 而是为了三千两 这笔私人买卖 千杀得知真相后 气愤不已 自己为了父亲冒险来此 而且一路上 还死了那么多的人 却原来仅仅是为了 满足父亲的贪恋 千杀一怒之下 夺走了金像 反问父亲 为何竟变成了 如此卑鄙贪财的小人 父亲见隐瞒不过 于是向其道出了 一个害人的真相 原来她并非千杀的父亲 而是她父亲的孪生兄弟 她与孪生哥哥 曾经都喜欢上了千杀的母亲 但千杀的母亲 还是比较喜欢 忠厚善良的哥哥 弟弟于是离家出走 但并没有死心 多年之后 也就是前段日子 她重返江户 秘密将自己的孪生哥哥 也就是千杀的父亲杀害 此后就一直冒充哥哥 也就是千杀的生父至今 说完她就一刀砍向了千杀 夺回了圣像 就在此时 两位尼僧用枪压着狂四郎 也砍到了此地 原来狂四郎遵照那位女子的遗言 来到京都的一座寺庙 寻找自己的所谓的姐姐 果然发现这不过是个圈套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姐姐这个人 自己还为这两位尼僧用枪 截止到了这里 不过在动手之前 狂四郎还向赵比奈 透露了一个令她吃惊的消息 原来千杀母亲临死前 写给狂四郎的信中说 千杀并不是自己跟丈夫的孩子 而是自己跟丈夫的孪生弟弟的孩子 原来千杀的母亲婚前被丈夫的弟弟强暴 自此怀上了千杀 婚后千杀母亲告知了丈夫 但两人最终还是决定 当自己的亲生女儿一般 抚养无辜的千杀 也就是说 眼前这个贪婪卑鄙的贾昭比奈 刚刚亲手杀害了自己的亲生女儿 贾昭比奈听后恼羞成怒 向量杀死狂四郎 但最终自然是全被狂四郎反杀 最后 狂四郎仅仅抱起了一息尚存的千杀 满含深情地对他说 自己会信守承诺 千杀听后 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死在了狂四郎的怀里 电影的最后 狂四郎与邪教大摩头又近 展开了一场关乎信仰的最终决战 狂四郎最后说道 人生艰苦 人们将信仰当作自己生人下棋的依靠 本来无可厚非 但以自己信仰的名义去残害他人 铲除异己 这简直就是泯灭人性 天道不容 我狂四郎绝不会坐视不管 于是狂四郎挥舞起自己的那把无想正宗刀 以一招招牌的圆圆杀法 结果了这个大魔术的性命 杀完又近后 狂四郎将千杀火葬 并将这尊价值不菲的圣母玛利亚金像也投进了火里 如果这世界正用什么天堂 美丽善良的千杀一定会去往那里吧 之后 黄四郎又踏上了孤独的旅程 电影也到此结束 好了 本期故事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